因为我姐姐很怕我 很担心我嘛 所以我就录了 我就先给她看咯 给她看啊 我还活生生的样子啊 我还可以呼吸啊 所以到时候你只是想过 这个影片是来拍给自己的家人看 不要他们那么担心 对啦 还有一点是我拍了过后 其实我进的时候 我有个想法啦 我可能活着走不出来 如果我活得出来 我以后就看回去 告诉自己 哇我遵中过COVID 就提醒自己要努力的继续生活 如果不能活着的话 就把那个影片留给家人看这样 我很理解你会有这个心态说 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来 是因为那个死亡数字都有一直在上升 所以也会很害怕这个病情 就是让你的生命从此止步嘛 被通知确诊的时候 我真的是我也无法形容那个心情啊 简直是全身又发抖又崩溃掉这样子 是 我就一直上网找到底有谁痊愈了 我想要问他们怎样度过这个时间 结果我找不到 因为大家都很保密嘛 对 自己就哭哭哭 后来我出院过后就 觉得一定很多人像我这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 诶我做这个视频哦 他们又可以找到我 我进到一月过后才恍然大悟 我进到去我看到大家都是正常人 然后他们也是可以呼吸啊 可以讲话啊吃东西这样很正常 我就一整个 诶怎么这样子的 我想象到一进去是 呃在做CPR 然后很辛苦这样子 结果是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想分享给大家知道 诶真的不需要很怕 不过也因为这个很怕的东西 我讲我觉得不恐怖 这个字就一直被攻击 那这边Cody我想问一下就是 关于你经历过这些事情过后 对你人生观 有没有造成任何的改变 有耶很大改变 因为我做了COVID过后 我就觉得 那个生命不是take for granted的 随时就会中一个病 你现在健康可能明天 一个病毒你就完蛋了嘛 这样我就 就那时出院过后 我就告诉自己要好好的 维持健康的lifestyle 然后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另外一点就是 要乐观哦 就算你真的是中了一个病啊 不是COVID也好 如果你每天只是想着 惨了要死了 这样我的身体不完整了 这样你一直很不乐观下去 这样你就会继续严重下去啦 所以那个心态真的是很重要 我更加珍惜我的生命 然后但是万一遇到不好的事情 也要去扩大地去接受它咯 然后生活还是继续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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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